启述第十一章第一节 有一间位置伺给我 当作良道的帐 且有话说 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殿钟礼拜的人都量一量 这一节经文 我们曾经以这一节经文 成为我们的金句去嘴咀 经过我们连续两三个礼拜 去理解成的概念的时候 我想以这一节经文做一个转接 让大家去理解 成的关系对比整个神时代的信仰集合体 他们的遭遇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会议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看到原来启述的七年大灾难 最后三年半的时候 到时这个信仰集合体会遭受什么 遭受敌基督的践踏 所以第十一章的时候 我开始的大字就是说 圣城遭遇践踏 现在你明白吗 其实神一直在明眼处 摆了一件什么事 在这里 所以我们看到 原来的七年大灾难 圣城会被灭 里面的人会被颠污 会被杀 只不过这个是反映出到时三年半的大灾难的时候 全世界的信徒会发生什么事 神在明眼处已经将他的计划 他说了出来 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的思维 从来没有想到神是会用到这样的程度 去隐藏他的智慧他的策略 所以我再说 次仔昨天我已经说到 就是说这一种的策略 这一种的预言 这种的计划 这种旁大的隐藏他的秘密 真知识的方式 譬如拉线 很多这些 是神内心当中 他隐藏一直以来 最很珍贵的秘密 他只会打开 将他打开给这些 在神的计划当中参与 策划的使徒级教会 神才会打开给他们知道 因为他们是负责 翌日在这个大计划当中 不单止是参与 并且是主管去规划到时 时代里面会发生的事 分享这些真理出来 让全球的人知道 神正在向这个方向走 并且我们懂得跟着这个方向奔跑 其实过去这几年 和将来这几年会发生的事 根本你很轻易就用这个方法去认证 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走这个方向 以及世界为什么真的会走这个方向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说到最后 全部都是按着神的时间表发生 既然神是按着他的时间表发生 他会一早已经将这些各样的祭遇 已经以预表的方式 以预言的方式 放在耶路撒冷里面 所以在圣经里面说到 关于将来耶路撒冷会发生的事 现时耶路撒冷会发生的事 七年大灾难 耶路撒冷会发生的事 我们因为这样而知道 究竟现在我们活在哪个时代 就好像这段经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启述第十一章第二节 我们就继续说 只是殿外的圆子要留下不用粮 因为这是吸了外邦人的 他们要踐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为什么全世界的羁徒 要面对四十二个月的大灾难的时候 这里的圣城又要被踐踏四十二个月呢 原因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这个就是神留在整个启述里面 已经告诉他们的伏线 耶路撒冷不单在过去隐藏着 神对整个信仰集合体 圣殿、教会的设计 并且耶路撒冷也隐藏了将来 神容许些什么的事 发生在这个信仰集合体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外院 这是留给外邦人 在最后的四十二个月 其实是留给外邦人 在踐踏这个圣城的时候 外邦人仍然有机会去信主 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他们信主 但是他们的信仰是会被踐踏的 所以 于是乎 神同样容许 圣城在那个时间当中 是被踐踏四十二个月的 当你理解第十一章 他想表达的这个概念的话 那么你就明白为什么 第十四章开始就说 一个巴比伦的城 一路不断说这个城 所受的灾压 不断受到神的所给的审判 接着去到第十八章 说巴比伦的谈刀 然后在这个城里面 这些神的子民 要快从当中出来 因为第十八章第四节 就这么说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又问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灾压 所以你要看到 这个就是为什么 神开始用成这个概念 去讲完最后 在圣经里面 那几章 因为好像在第十八章 第十四节讲 巴比伦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 你一切的珍修美味和华美的物件 也从你中间毁灭 决不能再见了 这里就讲这个大城去受报应 然后神的圣徒都欢喜 为什么呢 原因这里就讲给我们听 原来这两个城 就代表了两个信仰的集合体 巴比伦的城就是 我们现在知道了 就代表了什么 它不是单单 是属撒旦 它是淫妇 所以原来巴比伦 其实是一味说自己是基督教 但是呢 是贪爱世界的 明白吗 我现在讲的 菲美神他们都是说自己爱神信神 你知不知道 可能你不知道 其实菲美神都说自己是基督教的 你知不知道 但问题只不过他是奥秘哉 常常都强调自己的奥秘 但是问题是 他是巴比伦 他想一脚踏两船 他们会不择手段 用一些行圣经好处的职面 去想着可以欺骗神的审判 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 他做的所有东西 他们都是拿人一等的 其中一件事 就算有些灾央临到之前 他为了 使得灾央自己没有份 他要做一件什么 虽然他预知 但他预知的话 他就要特意在某些名处 给你看见 给你知道 然后知道了都量你不知道 如果你在灾央当中死去的话 血归不归到他的头上 不会 所以你要看到这种做事 很多人都奇怪 哇 比美神明知道这些事情 他明想这些人死 但为什么还要告诉别人 原因是他们是相信神的 他们是巴比伦 他知道如果他不照着圣经 这些原则去做 他连基本的祝福都没有 如果他见到这些灾难临到 他不用一些间接的方法 告诉你 就是叫做我已经提过你了 不过你不信 那就活该你死吧 那事实上 神就不会把血归到他们的头上 所以你看到 巴比伦不是非基督 他其实是信主 不过他是淫妇 但问题是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神所要求 我们成为神父 就是我们爱主的话 我们照足神所给的标准 照足神所给的原料 我们建造我们自己的人生 成为神的居所 而成为这个城 所以你要看到 启示录第21章至22章 就是很强调关于这个城 里面的设计 这个城和神之间的关系 人和这个城之间的关系 以前我们误解了 就是这个城 既然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城 给我们住的 那为什么会有其他 那么多怪的东西在里面呢 原因就是 其实这个城 就如我所说 在全人类历史当中 过去神所经营所建立的 信仰集合体 这个信仰集合体 在七年大灾难之后 就结束了 但问题是它和将来的人 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将来的人 都只能够成为 这个城外面 以外的 一个信仰集合体 它们不能够算是 这个城里面的人 那你就明白 为什么启示录 在第21章 第23节 就这么说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高阳为城的灯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也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城门白周 总不关闭 在那里 愿没有黑夜人必将 列国的荣耀 尊贵归于那城 凡不洁净的 并那行可争 与虚方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高阳生命贼上的才得进去 其实它不是说才得进去 原文就是 只有名字写在高阳生命贼上的 其实这里就说到给我们知道 这个信仰生命体是 是神历代历世以来 在七年大灾难之前 过去所做的所有 完整七年大灾难之后 根本还有没有世界的 有 还有没有人的 有 但是那些人和这个城的关系是怎样 他们不是这个城的一部分 因为这个城已经在那个时代 已经完结了 之后的人 其实不是圣经所说的辛苦 也不是这个新城 这个给我们知道 我们其实活在这个时代 你是多么幸运 是多么幸福 而实际上这个城的人 是因为按着他们对启示的认识 或者对神时代计划的回应 而使他们成为这个城市里面的各种不同的身份 等姐妹 我们教会能够知道这个启示的话 这个就使我们能够成为这个城市里面 最高负责规划的一班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要懂得回应 我们懂得去听 我们懂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懂得去应该如何自处 这个就是这几天里面 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自处 不是代表我们一定要释杀所有奥秘 但我想让我们知道 我们教会就是一间 为何要知道神时代计划的人 就是因为我们理解了这个秘密 但这个秘密 如我所说 就是一个城市的秘密 就一定要是 只是给帮手负责规划的人 去知 如我所说 埃及 你看到 个个都傻的以为世界七大奇景 是那几个烂熔熔的金字塔 而不知道那些烂熔熔的金字塔 在整个埃及的地土上 芝麻那么小 整个埃及才是人工所做出来的 世界其中的奇景 因为整条尼罗河都照着 你互助星云的曲道 长度 去作出来 整个海洋线都照着它作出来 但是问题是 为何这些不让人知道 不让人去控制呢 因为没有份做规划的人 不需要知道这个秘密 有份做规划 有权做规划的人 不只要知道 并且要明白 并且帮忙去做 顶知我们 我们就是在这个计划当中 有行 在末后日子的时候 神将我们列为 是有资格的人 怎样证明我们有资格呢 就是神将这个秘密 打开给我们知道 是吧 你知道现在当我说的时候 你发觉这个秘密 真的可以说 神在这本圣经当中 用这么简单的方法 但是将这么大的奥臂 放进去的一个智慧 是吧 但问题是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知道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选择 在过程当中 我们懂得回应的话 我们不单止 是成为这个成的一部分 我们成为神在这个成当中 所选立 最主要 所高升的一班人 啟述第十一章 第一节 有一间位置刺给我 当作良道的帐 且有话说 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见钟礼拜的人 都量一量 你看龙奥 也很棒 有点肉 来泪三四 耶稣是爱恩手 今次我踏过山里 沿途为我解冠 又为我冲出环境 耶稣是爱恩手 今次我明明奋平 陪同共往天国中 让我高兴